大家好,进入2024年,华为真是好消息不断 鸿门操作系统突破了8亿台 问界M9的汽车突破了8万辆 Mate60 Pro手机的激活量也突破了1500万台 昆盆深藤这些AI人工智能的原生开发也全面的启动了 Pura70手机的发布标志着Pura70品牌全面的扩展 最近又从手机拓展到了PuraPad,Pura Driver,PuraWatch,Pura Ultra 这些全场解映全品类 阿里亚斯年真的是华为的反攻之年 包括问界M9汽车是力压了奔驰,宝马,奥迪这些传统的豪华汽车品牌 那么就登上了中国汽车市场 均价50万元以上的豪华车型的销量冠军 兄弟们这可是均价50万元的车呀 咔嚓一下子就卖出去了8万多辆 这是消费降级的节奏吗 不仅如此呢 鸿门系统呢 它的开发者的总人数 按照华为的公布呢 是突破了220万人 整个生态呀 也是有望快速的建成 今年9月份 华为的Mate70的旗舰新手机也会满血回归 搭载了纯血的鸿门系统 目前鸿门的原生应用的版图 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当下呢 已经有数千家的APP 还有很多的服务商 都启动了鸿门原生应用的开发 但是呢 更具战略意义的 也是我最关注的 就是华为的人工智能这个板块 华为的升腾GPU芯片 是我今年最关注的一场新品发布会 中国能够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吗 谁都不知道 这美国呀 说句心里话 在人工智能方面 底子还是挺厚的 我们千万不能轻敌 应该说 人工智能 关乎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败 而关键的一场战役呢 就是人工智能的算力的比拼 华为最顶层的战略就是 全面的智能化战略 这是华为自己对外公布的文件 写的清清楚楚 白纸黑字 那么怎么做呢 就是要基于空盆盆和升腾 来打造一个坚实的算力底座 很重要 其实呢 也很不容易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 像英伟达 对吧 它的GPU 全世界算力最先进最快 那么美国的OpenAI 切的GPT 这些AI平台呢 也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 压力不可谓不大呀 人工智能现在正在推动 第四次工业革命 那么既然是工业革命啊 这个level呢 是非常高的 远远超出一般的战术的水平 应该说这一战 不管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甚至包括像欧洲的一些国家 日韩等国 都有着输不起的压力 否则呀 可能就真的是得帮别人 去做一些这个编较料的事了 轮不上你了 上不了舞台了 实际上华为在人工智能方面的 战略布局呢 是一个全面又深入的计划 我呢 通过仔细的研究 阅读了大量的资料 那么呢 就来总结了一些信息 来帮大家做一点介绍 华为方面 希望通过人工智能呢 来提升在各行各业的智能化水平 这也就是为什么 被称为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先生都说了 第四次工业革命 波澜壮阔 影响力之大 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的工业革命 那么华为的人工智能的战略布局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为大家介绍 第一个就是最顶层的顶层战略规划 就是全面的智能化的这个战略 什么叫全面智能化 就是全方位的所有领域的全部要进行AI方面的充构 华为提出了一个全面智能化战略的核心呢 就是要打造坚实的算力底座 这一点我们前面提到了 深藤920深藤系列的GPU芯片 就是打造这个算力底座最强大的算力来源 那么目标呢是希望能够使能摆模前态 摆模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大模型 使能什么意思呀 就是呢能够帮助众多的大模型 他们得以快速的运算 快速的进展 人工智能朋友们一定听说过 什么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强化学习 不管你怎么学习 你要想学得快 你就得怎么样呀 脑容量够大 脑子呢赚的要够快 那么既然赚的够快 就是它的算力要先进 所以众多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型公司 在未来一定会大量的涌现 那么这么多的应用型公司 它的底层算力 底层基础设施 究竟向谁买呢 如果我们还是依赖于老美的供应链 动不动就要向美国来买的话 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战略规划 更不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 自主化的这个顶层要求 所以使能摆模前态 那么就是呢 要赋能未来中国的 众多的人工智能公司的实际应用 使他们能够有中国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基础设施 中国的硬件 中国的GPU 那么还有一句话叫做 赋能千行万业 那么这个呢 就不仅仅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公司了 华为前面说的 使能摆模前态 它针对的是人工智能公司的需求 赋能千行万业呢 就已经是各个行业 千行万业 那甚至呢 我们看到 此前华为的人工智能的产品 盘古大模型 已经在像港口 这个码头 这个挖矿的矿山 然后还有这个 我们说的养猪场 很多朋友不了解 说华为不行了 你看 没钱了吧 过不下去了吧 去养猪了 这是完全外行话 不懂行 为什么呀 它养猪不是真的养猪 对吧 它是呢 在养殖行业 通过人工智能呢 来进行负能 那么在矿山 我们简单的说 挖煤的 对不对 挖矿的 本来以为和人工智能 没关系的 结果华为照样可以负能 这个呢 报道已经很多 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但是总的来说 华为这12个字 使能摆模前态 负能千行万业 这个可以说是 啊 梦想是非常远大的 要实现起来呢 也的确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诉求 它意味着呢 华为要致力于 它要想去构建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强大的基础设施 啊 你想一家公司呀 又是百模千态 又是千行万业 这根本就不是一家公司 轻易能够完成的事情呀 甚至在全世界 很多国家都未必做得到 那么华为方面 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来支持 各行各业和各个应用场景的 智能化的需求 这就是华为的全面智能化的顶层战略 如果华为这家公司 在这一战略上 得以实施和落地和成功的话 你想想看 所谓的赚钱 那岂不是一个附属品吗 就好比说今天 朋友们 谁如果能搞定说 我发明了一个专利 我就能够生产三纳米的芯片 那你说赚钱对你来说 还是个事吗 对不对 所以啊 华为的整个的战略格局 你会发现 它始终在进行巨大规模的战略研发 战略研发 注意 我这里说的不是产品研发 我说的是战略研发 那么第二个呢 值得一提的就是自主研发的芯片 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 全面智能化呢 是它的战略布局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呢 后面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要怎么实现了 你不能够只有梦想 对吧 那跟我们做白人们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那还要有具体的落地 具体的计划 具体的步骤 那么首先要搞定的就是你的芯片 如果你的GPU芯片 都要向英伟达买 向美国人买 对吧 美国人还要批准 你看最近 美国又制裁华为了 高通的芯片不许卖 英特尔的芯片也不许卖 那你如果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呢 就像以前 这个腾讯的老板马化腾说的 你不是盖在沙滩上的房子吗 你这个房子 你这个别墅 不管盖的多好看 里面装修的多好 不好意思 下面是沙滩 如果海浪 一不断的拍打 你下面地基掏空了 你这个房子就轰然倒塌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很多的科技的应用 看起来挺挣钱 看起来 做的也不错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这个应用 是建在沙滩上的房子 美国人一制裁 你这个应用就得轰然倒塌了 所以华为 要想实现前面的 全面智能化目标 第一步就是要 自主研发芯片 这个非常清晰 华为现在呢 它已经具备了独立的芯片 自主研发的能力 要不说 这个任正非先生 还有海思的半导体的总裁 何廷波女士 这些都是华为的核心战斗力 从眼光到具体的落地 那么这可以保证 华为的人工智能 这一领域当中呢 它的供应链 它的生态呢 是自主性的 不依赖于外部的 否则呢 你的脖子 还是继续被别人卡着 那你又如何所谓的 这个 飞得更高呢 华为致力于开发一个 更高性能的 更这个高效的 微架构和新的指令级 很多朋友听到这里 可能听不懂 但是大家听说过什么呀 Risk 5 也听说过 这个比如说ARM 也听说过 这个英特尔的 指令级 对吧 那么我们的龙芯 其实这都是独立的指令级 那么华为呢 希望自己开发 一个独立的微架构 一个全新的指令级 从最上游的芯片的IP 都由自己来定义 还不仅仅是芯片的设计 生产制造这些 是最上游的 这个最早的定义 都要从自己呢 独立自主 那么希望 能够提高华为在 人工智能芯片方面呀 它整体的综合性能 当然 我们也要说 如果华为 它自己的芯片的架构 指令级能够搞得定 对吧 那其实呢 本质上 它也不仅仅是 人工智能芯片了 它可以在它的 手机芯片呀 在它的这个 能源管理芯片呀 那众多的芯片 它都可以使用 我想呢 这一点呢 也是华为 在人工智能发展 数据中心发展 众多业务发展当中 非常核心的第一步 就是独立自主的芯片 那么另外第三个呢 就是 华为要导造 基于AI 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 我们前面讲了芯片了 对不对 顶层设计 然后呢 搞定了芯片 芯片搞定之后呢 你要有很强大的计算能力 这里面呢 既涉及到硬件 也涉及到软件 也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 这个算法 算力 这个大模型了 那么你的计算能力怎么样呢 不仅仅是在乎于你的硬件怎么样 还在乎于你的软件 结构 代码结构 究竟优不优 优化 究竟算的这个效率高不高 这就好比呢 我们在一个 这个性能一般的CPU上面 如果我的操作系统的算法很好呢 那么我照样 使用手机的时候呢 非常丝滑 如果我的操作系统很差劲 那么我使用手机 即便是我搭载了一个很先进的 这个芯片 它的跑分很高 结果用起来卡卡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 升级了华为的最新操作系统之后 说我两年前三年前的手机 现在怎么用起来 越用越丝滑 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软件和硬件的结合体 反正有一个不行 那就不行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水管子一样 一头这么粗 一头这么粗 那么你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水的量只有这么粗 对不对 我想如果更新了这个水管子 变成这么粗 那么它的水的量呢 就变大了 我这个比喻啊 不知道合不合适 反正便于大家理解 华为怎么做呢 如何升级它的AI计算能力呢 华为就是通过升腾系列的处理器 就是CPU了 那么以及其他的一些计算集群产品呢 来进行构建 提供一个强劲的人工智能计算的加速卡 和推理卡 目标呢 就是要支持这个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 那么这些产品展示了华为在人工智能的硬件加速方面的实力 能够为很多的复杂的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和推理任务 提供所需要的计算能力 反正呀 这里呢 说起来比较复杂 总归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基于芯片上层的一些架构设计 那么另外第四个呢 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华为的深思 华为的深思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整套的AI框架 前面讲到的架构呢 是指它的算力 这个算法 那一整套的这个为数据中心提供的计算实力 那么AI架构是什么呢 具体来说呢 就是AI方面的一个算力结构 华为的深思人工智能计算框架 那么也是位居于全球人工智能框架的第一梯队 注意这里面是另外一个概念 那么这些呢 都是共同组成华为这个人工智能大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条件 缺一不可 那么也是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当中 在目前放眼整个中国来说呢 是人工智能框架当中排名第一名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也表明了 华为公司在人工智能算法和框架开发方面呢 的的确确有它的真本事 也有非常高的影响力和认可度 否则业界呀 不会有这么多的公司会和盘古大模型 在整个的产业应用方面进行合作 说到这里呢 我还是要多说一句 那就是华为的人工智能 它最大的特色呢 它不是在什么比如说发布一段视频 发布一段这个生成一段文章 而是最重要的是应用在产业端 我前面举的例子 无论是从养殖业农业啊 养猪场到港口码头矿山煤矿 其实都是工业的一种应用 那更不要说在气象预报 在我们现在的自动化的这个工业领域 生产线方面 那应用领域就更广泛了 那第五个呢就是说到华为人工智能 必须要说的 也是华为输不起的 必须要打赢的一场战争 就是事关中国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具体来说呢 就是事关于人工智能的智能驾驶 这个方面呢 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 现在呀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国 最大的汽车消费国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汽车出口国 那么未来百年汽车工业啊 中国现在机会非常非常大 特别是电动化智能化的大趋势 所以华为既然在人工智能方面呢 希望啊 这个引领发展 那么就意味着呢 在非常庞大的智能汽车这个产业当中呢 那么华为方面呢 是必须要能够把握这种机会 也同时必须能够引领住 全世界智能汽车领域的平台化 生态化的发展战略 我这里说的呢 可能这个是一个战略方向上的一个 这个啊 一个定位 那么具体来说 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战式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什么叫全战式呀 就是每一个领域 它都要涉及 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智能驾驶 和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华为呢 把这个智能汽车的部件业务 视为它的一个长期战略的发展的机会点 那么也目前投入了非常大量的研发资金 还有人员进行研发 华为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包括了智能驾驶 智能坐舱 智能电动 很多个方面 目的呢 都是为汽车行业提供一系列的智能化的支持 它的主要做法呢 就是提供生态的上游 它自己呢 对外的公开说法是华为不造车 但是华为会支持车企呢 造好车 这是华为的一个定位 我们看到最近华为有一个新的人事任命 那么华为的余成东 余大嘴 嘴嘴 他呢 这个知名度很高 朋友们应该大部分都认识 那么现在呢 他就是卸任了华为终端BG的CEO 由原来的运营 华为的首席运营官 这个终端BG的首席运营官 何刚呢 来接任 那么余成东呢 他就被调任到华为终端的BG的董事长 那么另外呢 还是负责华为车业务的这个董事长 换言之 坊间的分析认为呢 余成东的这一纸调令 其根本的目的 是要去做这个全力以赴的实现华为汽车的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 等等这些这个这个华为的汽车业务 这是任何一家大型的科技公司 都必须去攻下的一个巨大的市场 那么中国有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发布L6 这个智能驾驶认证的国家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机会呢 就更大了 那么第六个呢 华为方面在努力的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 我们说到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如果没有基础理论的突破呢 那也就是一些简单的应用 华为现在每一年都投入了巨额的资金 用在基础理论的这个研发研究方面 培养非常多的这个科学家 数学家 化学家 物理学家 反正呀 就是资助他们啊 来进行各个这个相关领域的难题的一些功课 特别是要建立非常多这种长期的关键问题的研发 通过这些基础研究呢 华为方面的目标呢 是希望他能够推动整个科学啊 转化成各种技术 来加快人工智能的发展 那么应该说这样的一种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呢 其实体现出了华为对创新的承诺 和对未来整个技术发展的一些远见 简单的说就是布局吧 眼光看的非常长远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必须要说的第七点就是智能化行业解决方案 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具体的一点的是汽车 当然汽车是一个行业 虽然汽车行业百年变局非常重要 是一个大的机会 但是呢 如果对比于各行各业来说呢 汽车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第七点就是华为的整个智能化战略呢 它是要针对非常多的行业 来提供各种的解决方案 华为在之前呢 就发布了九大行业智能化解决方案 通过整个行业性的军团化的运作 联合整个业内的各路伙伴 建立整个生态 来打造200多个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多 包括智能化的城市 这个就不是某一个单一行业了 是整个智能城市管理 城市运作 还有包括像金融啊 交通啊 这个制造业呀 那非常之多 那么这每一个领域呢 其实也都展现出 华为公司在推动 行业智能化方面 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我们看到非常多 经常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城市的这个领导者 领导人 带领的团队 就和华为之间 签署了某个战略合作协议 其实这里面呢 不仅仅是我们说的 某一个具体行业 比如说金融 电力 交通等等 那么有的呢 是整体性的 我整个的市政运作 那么所谓的城市大脑 这里面就有非常多 人工智能的 这个功能在里面 否则的话 你怎么会称之为 城市大脑呢 不然你根本做不到 第八点呢 就是华为的老本行了 那么就是在人工智能 在通信技术领域 华为在5G 6G方面的专利呢 是引领全球的 它自身在通信领域呢 它的这个积累呢 也很深厚 这一点啊 不用我多废话 大家都知道 那么通过把 现有的华为 像5G啊 5.5G啊 6G啊 等等 也包括像华为的 WiFi 7 这个新闪 等等这些技术 提升整个的 行业智能化的 网络通信的效率 速率 功耗 等等 把它呢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那么表面看起来呢 它能够提升 这些数据传输的速度 稳定性 我们经常说 打电话 有没有信号 这很关键 对吧 你用的哪一个公司的 这个通信系统 那么稳定性怎么样 那么通常来说呢 华为的这个通信的稳定性呢 在业内啊 都是有口碑的 那么另外我们经常说 我看这个传输的速度怎么样 对不对 那其实呢 整个智能化的系统呢 对整个网络发展来说 提供的远远不止于这些 它有非常多的生态建设 所带来的机会 那当然也需要克服很多的挑战 这里不展开 总归呢 华为在它原有非常强大的 这个通信领域呢 它的人工智能模型 在其中能扮演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第九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关于感知技术 华为在感知技术方面 覆盖了非常多类型的感知的设备 说简单一点呢 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 经常提及的传感器 那么目的是要能够 实现这种所谓在线 获取各种数据 推动各种技术的融合 来支持很多复杂的 这些场景和业务 那么这些感知的技术呢 都是智能化系统的 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能够为人工智能提供 必要的数据支撑 我们说到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对吧 什么端道端呀 端道侧呀 云端呀等等 很多了 但是呀 如果没有这些 中端的传感器 源源不断的提供数据呢 这人工智能就仿佛是 是一个瞎子一样 对不对 它无论多么强大 最终看不见 听不着 也不知道 也闻不到味道 那你说 你这个人工智能呢 那自然就很难发挥 它的功力 所以呢 这个传感器这一部分 也很重要 那第十个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说到的 操作系统了 华为为什么全力以赴 打造鸿门操作系统呢 而且为什么 华为的鸿门操作系统 一定会采用这种 分布式的 软总线的技术 来实现整个设备之间 这种无份的 协同的连接 还有数据的传输 那么最根本的目的呢 它就是希望能够 打造一个基于 物联网时代的 终端的生态 这个事情本身呢 也是为人工智能 和物联网时代 奠定了一个基础 过去的操作系统呢 要么就是具体在电脑端 PC端 对吧 笔记本电脑 要么就是手机端 而华为的鸿门系统呢 它是这种分布式的 开放式的呢 就特别适合于 打造一个物联网时代的 你比如说汽车 智能汽车 智能家电 智能传感器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可以来推动 在软件层面 实现所谓的人工智能 智能化的 这个进一步发展 否则的话 你的操作系统跟不上 那么你的智能化的数据呢 怎么去使用 各种应用怎么搭建 就会面临一系列的难题 华为的鸿门操作系统呢 能够为各种各样的智能设备 提供统一的操作环境 也会促进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 我们听得很多 对吧 过去我们总说 这个要想服务先修路 这个逻辑本身呀 就是互联互通 联通了以后 人流 钱流 物流 那都会通胀起来 有了这些联通呢 有了贸易 那自然呢 就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交往 也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那另外一个 我们必须要说 除了前面讲的技术层面呢 华为方面 在人才的培养 在这个人才的教育方面 还有和各大教育机构的合作 大学各个先进实验室 华为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进行联合的人才培养 和联合的项目公关 那么这些本身 其最终呢 也会有助于华为自身的发展 对整个行业呢 也会形成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既培养了人才 也促进了高校教育 和这个真正的产业之间的连结 避免我们培养出来的 这个人才呢 走上社会不适宜 对不对 在学校的时候 跟着导师就开始做 这个社会当中呢 很多企业 人工智能 像华为的一些项目 那么他所需要功课的难题 那么这样呢 毕业了之后呀 就可以第一时间 就进入企业 那么为企业的发展做贡献 当然这些难题的功课 这些人才的使用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华为也可以挖掘出很多的人才 那么把他们招揽到华为团队当中 为他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奠定一些人才基础 这一点应该说是非常的 这个巧妙的做法 那么华为也在开放合作 他在人工智能战略方面呢 尤其强调开放合作的重要性 通过和全球的科研机构 高校企业的合作 华为来汇聚这个全球的智慧 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 那么在此之前我们都知道 华为5G的这个发展 它的专利引领全球 那么就是土耳其的数学家 那么解决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理论问题 从而华为把这个理论呢 应用在了5G通信方面 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 在应用层面得以大发展 所以和全球的人才合作 这是华为得以快速发展 持续发展 不断创新的根本之所在 在社会责任和伦理方面呢 我想任何一家 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企业 都必须去关注 那么华为呢也不例外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看到最新的是中美两国 虽然在科技方面有很多的博弈 但是在现实层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在努力的在推动着 中美人工智能的对话 最新的情况就是 中美两国呢 在这个瑞士的日内网呢 举行了人工智能的交流和对话 那么上面呢 我们介绍了这么多 华为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 还有这些应用 其实看得很清楚的 通过这么多的战略布局呢 华为正在积极的构建出一个 强大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目的就是要促进 自身技术的进步 和整个行业的发展 为人类的人工智能发展 提供第二选择 打造坚实的算力基础 华为的全面智能化这种战略呢 它不仅仅关注目前当下的这些技术发展 它也会着眼于未来的长远的布局 那就体现在了 华为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它的雄心和远见 尤其是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进步 还有市场的不断成熟呢 华为也有望 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当中 取得更多的突破 也为全球的智能化转型 贡献华为的力量 贡献中国的力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